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在哪里 当这群色彩鲜艳的鹦鹉在空中飞翔 总能吸引众人的目光 停下脚步观赏这群艳丽的身影 放鸟也成为很另类的休闲活动 我是一开始先养这种小只的鸟 然后去参加鸟聚会 然后发现人家都大肢的可以放飞蛮好玩的 然后就考虑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觉得我家有能力可以养这只 因为这一只它寿命有六七十年 所以要养大型金刚一定要考虑一下 要想好 我家的环境可以 我才买来那个回来训练 对频率不一样 吹的声响也不一样 万一体力不济飞不回来了呢 放飞不是完全没有风险 因此每只鹦鹉脚上都系着一只卫星定位器 就是防止它失踪 或者飞不回来累了 飞不回来我们就要 属于GPS去找它 结果真的有几只飞不回来的 主人急忙跨上机车寻鸟去了 幸好全树都早回来 新北市的中和华兴街是著名的缅甸街 当地聚集了许多缅甸的特色美食店家 几位年轻人成立了名个喇叭工作室 透过刊物以及导览街区 让更多人深入认识缅甸文化 来一杯缅甸奶茶 看出你和缅甸人的区别 华兴街的缅甸华侨 会喝着一杯热热的缅甸奶茶 坐在街边聊天 听着他们口中的外语 艳然走在一国街头 一碗细豆粉八八丝 是豌豆粉 竹葱糊厚 加上米做的面食 再配上花生 油葱 香菜 芝麻油等香料 是道地的云南料理 同时是缅甸北部最常见的早餐 有加咸酱油或甜酱油两派之分 也有搅拌不能太过的禁忌 奶油口味的印度烤饼 利用特殊传统的烤炉烘焙 是甜的不腻的幸福滋味 没有鱼肉的鱼汤面 你吃过吗 这些缅甸美食大解密 和华兴街上的人物故事 全都在明格拉巴缅甸街 文化工作室发行的杂志 及Podcast向你一一介绍 这是个位于中和华兴街 致力于发扬缅甸文化的工作室 一方面是因为觉得 大家很多的台湾朋友 对于中和的这条缅甸街 非常的陌生 但它其实已经存在台湾很多年了 然后大家想要认识这里 可能比较没有管道 我自己从小来到台湾之后 一直都在这条街区上长大 那我觉得可以利用自己 对缅甸的认识 为大家介绍这样子 明格拉巴缅甸街文化工作室 用三个人的力量 记载一条街的故事 协助我们认识新文化 不再只是经过 或可能听过华兴街 对此有更深的了解后 甚至也能和他们一样 爱上缅甸文化